你是否曾经想过 一个简单的家居布局调整 就可能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打开门 对着路头是这样的 冲杀过 冲杀过 会出现问题 在古老的东方 隐藏着一门神秘的学物 风水 外环境叫暖头 内环境叫理气 我说理气是没问题的 但你打开窗户 很大的攻击 究竟是什么不为人知的风水原理 影响着我们的肝胆健康 又是什么神秘的家居布局 与我们的呼吸系统食食相关 常常纳入这些空散之气 你这里就出了问题了 一个朝向不当的厨房 是否真的会导致财温离失 非常传统的热语导火烧天门 这集节目 我们将跟随风水师兄一探究竟 大家好 我是风水 大家好 我是紫耀 师兄 上一期节目 我们做了这个疾病与八字的这个关系的主题以后 很多我们的粉丝留言 他们其实听了这个不是很过瘾 因为都只是说到几个重点的核心 但是我看到留言里面有讲到说 师傅 我搬家以后 发现我的这个心脏老是不舒服 那我们能不能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概是因为风水方面哪些地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讲的是疾病是气的嘛 风水讲的都是气 两个气是互相呼应的 风水在家居里面其实都分了我们的木火土金水 以及一个后天八卦 那我们按照这个后天八卦去行的话 其实你哪里出了问题 有个人就在哪里出问题 对应的 是的 因为风水是养人的嘛 你长期在一个风水好的地方里面 你会心抗神移 无言开朗 你长期在一个很压抑的地方里面 你其实会觉得自己都会不得知的 那最强的风水我经常说 你要学的话你就将家里呢 起成怎么样就会很好了 起成纸禁城这样 哇塞 这种可能不敢想 普通人也做不了 因为我们的善信 进了一个新的家里面 心脏不舒服 心脏不舒服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是火出了问题 煮火的地方会代表在家里 一个很重要的两个方位 一个就是蓝边 比如说如果我在一个正蓝的地方 是充斥着厕所 水管 又或者有很多的叫做蓝色的东西 就会把我们的火被克制住 火也会代表了主人家的心脏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就会进到这里觉得很不舒服 心脏不舒服 心脏不舒服 心脏痛 或者眼睛 有很多东西不舒服 这个就是蓝边 我们叫做蜜瓜的问题 另外就是厨房 厨房我们说它又代表了一个火的象征 亦都代表了我们造军所在的地方 亦都代表了一个家里的女主人的位置 如果我们这个厨房 布置不是很得当的 比如说我们的炉头 我们很害怕是怎样的呢 很多人一打开门 或者是窗对着炉头 在那里冲的时候 直冲演话 对了 这个叫做冲杀过往 冲杀过往 就会出现问题了 另外其实刚才说的是最简单的两个点 第三个点会比较严重一点 就譬如说在一屋之主 就叫做可能是男主人 我们大部分是男主人 他的位置叫做西北位 叫做潜挂 潜挂 是的 在潜挂的地方 如果你的厨房坐落在那个地方 那就是男主人经常都被这个厨房在这里烧着 那我们有一个叫做非常之传统的段语 叫做火烧天门 是的 就是潜挂天 这个地方被烧着 这个男主人的话 如果他运气好 身体都好的话 能顶住 但是那个石板可能就会弱一点 财问也会弱一点 但是如果他身体又弱 又去到这样的房间 那可能他的身体又会容易出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我们经常都会跟我们的善讯去说 他觉得哪里不舒服 那我会告诉你 你先看一下 譬如说你的肝胆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看回你家的东边 东边熟木 那里是不是你的厨房 落到那里 又或者在那里有很多杂物 那如果你可以把这里打理得干净一点 或者把那个厨房 也可以作为一些比较好的布置 那你的肝胆问题容易去解决的 这属木的对吧 没错 接着来到甘了 甘的地方是我们的西边 西边就代表了对挂 它也都代表了喉咙、气管 各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都有一位TVB的朋友 他说你小朋友住在西边 然后说为什么住这个厨房就不好的 他说咳咳得很厉害 我就说找我呀 挪威师傅 师傅啦 食物我不说了 那去到那里布置了很多东西 我一看 已经摆齐了 然后我去看 我就说 内边的我们叫做风水分两种 外环境叫做暖头 内环境叫做理气 我说理气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打开窗 你望一望 好大的供地 就是供地的冻土煞影响了这个范围 没错了 我们就说你要顺身来说 摆一些五行的化解 还有令到小朋友 或者换房去睡 避免开这个供地 如果它是 这三个月它是搞定的 那你就这三个月稍微换一下地方 我说 当然中医的条理要继续去调 因为你的人强了 外面的沙就会弱一点 你会顺得住 那你外面的沙又强 人又弱就不行了 OK 我们回来了 最后的 水 两个 叫做水 水就是代表我们的北面 北面的水 水也代表了很多东西 代表了腎臀股股鼻励系统 如果我们说 在这个北面这里 如果我们是坐落了一个厨房 又或者是坐落了一个很大的站的间 那你会发现 可能在这里追着的主人 或者你家里的人 为什么你的面色这么差 感觉你不怎么醒我 是啊 感觉 所以他搬到其他地方 感觉他又醒了 又醒了 另外两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东北和西南 这两个角位 它是代表土的位置 土是代表了肥胃的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 如果你太多木质的东西 或者太多绿色的布置 木和土是进行了一个双刻的 喂 师兄 我发现我身边我自己养了一盆富贵族 我发现两边长得不一样高的原因是什么 没错 其实呢 一边高一边低 没错 我们就说 分金差一线 富贵不相见 对啊 为什么 就是每一个角度里面 其实都有它的气在 如果你想它好一点 你将它移 向它生的好的地方移一点一点 否则那里的分金一定是美的 就是要往它长得好 茂盛的地方 然后移动 没错 所以我们经常说 很多师傅说 这个是罪财位 我经常说 这个是罪气位 什么叫罪气位呢 就是会令到所有的物种 在这个地方能够蓬勃地生长的地方 生命力旺盛 对啊 那你个人在一个这么生命力旺盛的地方 去住 其实你的精气神 和魂都很好 我们说 你最简单去 变变风想你不懂得看 对啊 你将你家里 种满了植物 看哪里长得好 对啊 它一定会有一边 会很忙的 一边会生得很好的 生得很好的那个地方 好风水 一定是好风水 它令到生命力旺盛发展 那你又平时可以分家住 或者整个房间 捧若我们不懂风水就可以这样去做 我们叫孤阴一生 独移民不长 也不可选择 大家在看这个节目 我看到我跟你 事实上我们都要充斥住 所有的腹石 我们从事这个行业 最忠计的这件事